为什么她可以带着记忆转世 孟婆呢 怎么办事的 为什么有人可以不喝孟婆水啊 好的 可以的 这里面的东西都给你 黄金 你哪里来这么多黄金啊 我没当神仙之前 家里是世界首富 这是我爸送给我的金矿 我当神仙了 自然要带上来的 神仙与神仙之间 还能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我怎么就没有一个世界首富的家庭呢 好多好多金子 可以 给我 你走吧 娘亲 我要离开了 谁一直离开了哟 你都不好好看看我吗 眼就眼了 怎么还入戏了 好了好了 看了看了 快走吧 新姐姐还在抖着你呢 笑死我了 哎呀 角秀星啊 角秀星 你也有被嫌弃的一天啊 哼 小宝贝拜拜 有缘再见啊 新姐姐拜拜 有缘再见 一日 景怀安他们一起来就问 小金为何不见了 实不相瞒 小金其实是天上的星星 昨天晚上他娘亲在上面喊 儿呀 回家又上了 小金就屁电屁电回家了 你看我信吗 小金原来是天上的星星 难怪她的眼睛那么亮呢 你真信啊 那小金什么时候又完善回来 这辈子估计吃不完了 唉 她爹不允许她私自下凡的 她不听 她爹要给她爱的教育 她爹真好 她都不听爱私自跑了 她爹竟然还要给她爱的教育 不像我爹只会抽我 其实爱的教育就是猪孙炒兽呀 可你爹的行为也没差了 荣县 玉石熙他们紧赶慢赶 总算是赶到了荣县 先找个客栈落脚 算了 我们还是直接去县令府吧 好 唉 这荣县的百姓啊 也是惨啊 哎 既然出太阳了 这可是好事啊 小小姐 你们可真是有福气的人 你们一来 这天空都放晴天了 两个月了 终于啊 终于有太阳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有希望活下去了 县令府 县令大人 进一步说话 臣参见小公主殿下 小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无序多礼 我们去客栈吧 不知小公主是有什么 想与微臣交代的吗 可是皇上那边有什么事情 需要微臣去做 父皇听闻荣县红炸的事情 甚是担忧 官儿派我过来瞧瞧 是怎么一回事 启禀小公主殿下 是这样的 咱们这荣县 因为帝氏的原因 每年只要强降雨 就会出现洪灾